黑煙直蒜天氣 張花線的蓮華石兵場發生大火 造成現場二十二人受困 從空拍熱險相宜可以看出 工廠內燃燒猛烈 牆壁附近管線都呈現紅色 資深一銷透露 這代表煙囪管線內溫度 恐怕已經六百多度 可能就是起火點或是煙燒的關鍵 熱氣是往上流的 然後整個鐵皮屋的鐵皮上面 是可能是接近快融化 熱險相宜就像搜救的第二隻眼睛 看到這起工廠火災現場 黃色就是超過一百四十九度 三百一十六到接近五百度是橘色 超過六百四十九度 就會是深紅色極度危險 這回受困員工都躲在冷藏庫 以為相對安全 但現場搜救人員透過熱相宜 其實不一定能發現他們 熱險相已經廣泛利用在救援 可以透過心臟跳動 大概找到人的位置 但只要一旁溫度更高 或是有厚重遮蔽物 可能就無法發現 受困員工這次一次沒有戴手機 導致來不及求救 易小也強調等待救援時 千萬要記得趴梯 尋找有流通空氣的地方 以免被農煙嗆昏 丟失性命 那新聞綜合報告 有事沒事趕緊轉開華視 還沒有訂閱華視的YouTube頻道嗎 趕緊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們華視YouTube頻道